你们有一首新歌叫做放肆 那你们以前就做过什么 你们觉得最放肆的事情吗 然后在演唱会还是未来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比较放肆的事 好我们请这个买过权力车流的 观优来回答 这题是可能是针对你的吧 放肆的事 其实还蛮多的 我在想要讲哪一个 对 那先让别人说 我稍微想一想 因为真的还蛮多的 太多了 你挑一个吧 随便挑一个都变限自己 不是 那你就随便挑一个 随便挑一个 就是 那我挑一个比较 保守一点 就是 我还记得我念 念高中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那个时候是没有 那个时候因为就是约好要跟同学 然后去 去夜游 就是晚上玩到隔天早上 那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夜游是什么 真的 好 因为我以为说法会不一样 那 那 那然后就是 因为一般摩托车是坐两个人 但是我那时一再载了 我那台摩托车坐了三个人 三贴 没有三个男生 原来你喜欢这款 那更开玩 因为是三个男生 然后我们这样一起三贴 然后就 等一下 重点是三个男生 请问你在哪一个位置 前面中间还是后面 他一定最想到也是中间 我那是中间那一位 对对 中间那位是最安全的 对对对 最奇怪的是 居然是三个男生 然后到阳明山去看夜景 聊心事 然后聊到早上 然后又一起 牵着摩托车 从阳明山走下山 对 为什么 没有了 那请问你结了婚之后 你还有跟他们保持联络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 那个就是 纯纯的友谊 好 我们了解 内衣被抛到台上去 等一下 重点是你们会这么多吗 怎么不会 因为看两场已经那个 钱都花光了 没有钱 还要再买内衣穿了 没有钱买新的内衣来 所以当天来大家都不穿内衣嘛 哦 放肆 我一直都这样子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那天其实还 还 还蛮意外的啦 对 因为毕竟 本来 其实 因为我们以前看那个演唱会录影台 看了邦乔飞的 那个一些遭遇的时候 其实就觉得还 当时是觉得蛮向往的啦 但是这成军十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 这种场面这样 那至于什么场面 你待会有怪事会帮大家补充这样 蛤 我们那MV一起看的 然后 对啊 其实还蛮意外的 因为实在是在大陆嘛 在内地 然后 对啊 那 对 不过 要不是你提 我倒已经忘了 所以基本上那件内衣是落在谁的面前 或那件内衣的下场是 阿信的面前 阿信的面前 对 你有把它捡起来 有有有 它就很顺手就把它拿起来 对啊 还是温温的吗 还是 有 有 有人家身体的那个余温吗 还是 余温 我 我 演唱会的时候 我不方便有这么多的感觉 不方便有这么多的那个研究 观察力没有那么强 对啊 对啊 他其实蛮害羞的 他看到也就是稍微拎起来而已 他没有真的研究 因为大家都在看他嘛 待会 待回去慢慢研究 对 没有没有 他是把那个内衣拿起来 然后就 你看你现在变得这么话多了 对对对 那现在要把你放置了问题 这一定要说 因为阿信那天就是 到后台我们休息的时候 他就说 哎 干嘛丢这个上来 我们真的觉得 他就说干嘛丢这个上来 其实他人上来就好 就好了 这好像不是我说的 玩游 哎不是我讲的哦 对啊 哎你 我嘞 石头啦 石头啦 石头啊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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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放肆 放肆 Yo What up It's ReasonBump